好 我們說到男人劈腿的代價 來看看這已經79歲的 這個老婦人在日本 她翻40年前的舊仗 結果怎麼樣打死她的枕邊人 我跟你講 千惠 要吃醋 吃到80歲 100歲 都繼續吃醋 何苦 對 何苦 好 日本神奈川縣的一個婦人 叫林木良子 你知道嗎 她在什麼情況之下 她在一個很小很小的事情 竟然是40年前 老公 你在外面偷心 後來還丟掉工作 有沒有這些事情 她的老公一樣也是79歲 叫林木雅琴 活活被她問得愣住了 愣住之後一棒就打下來了 第一棒打在頭上 就快昏過去了 你跟我說 再捅了她肚子一下 好殘忍 而且她是你的老公 何苦這樣對她呢 這我們就要講到 大老婆 我跟你講 那個醋一一飛起來的時候 不得了 就像我老婆也是一樣 她常常會說 如果你敢的話 那你的下場是什麼 廚房裡有好幾把 你可以自己選 所以就是在這種情況下 她認為她 我沒有錯 警方逮捕她的時候 她說我沒有做錯事 沒有悔意 沒有悔意 我只是教訓她 不易失守 把自己的老公給打死了 女兒跑回來說 我只不過是出門買個東西 回來家裡竟然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你就曉得說 原來非醋可以吃超過40年 這是日本現在最新的一個案例 不錯 我們看到這個是大老婆發起狠來 真的滿可怕的 尤其這個大老婆的復仇 就是要警告我們男人 千萬不要玩過頭了 其實剛剛麥哥講說 我們這個年代的關係 比較複雜 其實這個誠信的婦商 在台中 她71歲了 她的關係也是非常複雜 而且她複雜到什麼程度 剛剛那個主人講說 是大老婆復仇 她不只是大老婆復仇 她還是婆婆的復仇 為什麼 因為這個小三不是誰 就是她自己的媳婦 而且這故事 其實真的很離譜啦 就是她的老公 其實在大陸時候 就認識一個大陸女子 然後她為了要把這個大陸女子 帶回台灣 那因為她是已經結婚 已婚的狀態 於是腦筋就動到她兒子身上 因為她兒子是屬於中度的智障 然後她就把這個大陸女子 帶回來台灣 然後左手牽著媳婦 右手牽著老婆 在旁邊是兒子 拍了一張結婚照 結果沒過多久 兒子就跑去跟媽媽講說 媽媽 爸爸為什麼晚上都會在我房間出院 而且我還有看到爸爸就是 有拿衛生紙什麼這一類的 然後於是 這個老婆就覺得怪了 怪了以後 她就開始在蒐證 蒐證完以後 好死不死 她這個媳婦 真的就是懷孕了你知道嗎 懷孕了以後 結果這個兒子也好死不死 竟然在兩年之後 突然就車禍死亡 因為這個兒子她有 那個時候這個媽媽 其實有一些財產已經過戶給這個兒子 所以兒子她在名下 在台中有12筆的房產跟土地 價值也好幾千萬 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老婆就覺得說 沒辦法 她一定要把這個事情搞清楚 不但是為了自己復仇 大老婆復仇 還要為自己的兒子復仇 於是她就是暗中 去收取自己老公的DNA 然後又把自己的孫子的DNA 送交給這個檢察官 檢察官一驗出來 這個清楚證明 發覺這個小孩子真的是她的老公的 也就是兒子變孫子 孫子變兒子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個法官就判定說 這個婚姻因為這個是亂倫的情況之下 婚姻無效 所以這個是她的老公 其實這老公已經講得很亂 就是兒子 兒子所繼承的這個房產 再繼承給媳婦的這個 媳婦是不能繼承的 所以這樣也達到這個大老婆的復仇 而且也是幫她這個兒子報了一件之仇 對 不過我們說到了 最近在這個 香港的低咖女星 有這個香港版搖搖之稱 那麼最近傳出了情色新聞 而且她出來道歉了 也坦承自己是當時有所鬆懈 怎麼一回事 馬上回來